上一世我和女友被她的男闺蜜邀请参加恋宗 可拿官配剧本的是他们俩 我拿到的只是炮灰男配剧本 全世界都支持他们在一起 弹幕和评论区都是不明真相的网友对我的网报 美女才不会看上她这种恶心的男人 爱而不得地跳梁小丑罢了 这种人怎么配活着 而吃着CP红利的女友和男闺蜜为了赌我的嘴 真的把我淹死在了浴缸里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恋宗开始后的第二天 我扔掉男配剧本 不再装错 这一次 我不仅要让狗男女身败名裂 还要赚她的盆满钵满 柳如烟 你真是像糖果一样可口 我紧贴墙壁 听着里面令人面红心跳的英明声和扑腾声 这两个声音我都很熟悉 女生是柳如烟 我的女友 男生是李静 我女友的男闺蜜 也是我的好兄弟 里面的气氛很火辣 我却在确定情况后 就转身走回了房间 我在临死前听到的话 果然是事实 他俩在节目上就搞到床上去了 现在是恋宗的第二天 可临死前的情景 我仍历历在目 抱歉阿恒 我们也不想这么高调的 可是现在 全世界都支持我们在一起 李静亲密地将柳如烟 搂到自己怀里 在她胸上狠捏一把 高傲地俯视我 现在全世界都恨不得你死 因为你这个跳梁小丑 阻碍了我们的感情 柳如烟默默地盯着我 阿恒 你这种无趣的男人 我实在是腻了 你既然那么爱我 不如也为了我的幸福去死吧 说吧 李静便一把扯住我的头发 一下又一下地 把我的头按到水里 柳如烟则死死按住我的手脚 柳如烟一边看着我在水里挣扎 一边娇笑 温恒 真是抱歉了 谁让你跟我在一起那么久 又知道的那么多 李静坚笑着扬声道 既然是最后了 那我不如让你知道的更多点 其实我和娇娇第一次见面后就做了 还有呀 在节目里 每天娇娇都被我压在身下呢 我剧烈地挣扎着 柳如烟深深地扎进我的皮肉中 我无从逃脱 我在水中扑腾的水花越来越弱 最终溺死在了浴缸里 可是老天有眼 我重生了 我坐在镜子前 里面是一张五官深邃的脸 却带着一副黑框眼镜 胡子拉茶 头发乱如鸟巢 李静邀请我和柳如烟 一起上这档恋宗时 好心地告诉我 他为我争取到了一个 令人印象深刻的人设剧本 话题度会远超我跑十几个其他通告 可我必须要顶着这个吊丝造型 扮演一个对柳如烟爱而不得 千方百计破坏 他和柳如烟感情的跳梁小丑 一直以来 我都有颜值 有智商 却总好像命定般出不了头 听到李恒说 他父亲投资了一个恋宗 争取到了几个机会 邀请我和女友柳如烟 我稍有犹豫就点了头 因为我知道柳如烟 一直想从新闻主播 转型到演艺圈发展 还想着就算能陪衬一下他 让他的路好走一点 那也是值得的 可他却让我从头到尾 扮演一个陪衬李静 死缠烂打的丑角 两人每期明约 后面几期会帮我洗白 却又在后面直播时 诬陷我对他动手动脚 导致我坠入网爆的深渊 李静和柳如烟 从始至终都是在算计我 我动作粗暴地 把脸上的黑框眼镜摘掉 剃掉乱蓬蓬的胡须 拿磨撕理了下头发 又拿起化妆棉 擦掉了黑一号的粉底液 镜子里的是一张 轻卷帅气的脸 和刚刚判若两人 我勾了勾嘴角 上一世网友如此偏帮李静 一边倒地攻击我 跟我的错男人设 和李静清爽干净的形象 脱不开关系 可从学生时代起 我就是接连有星探 找上门的白月光校草 我脱下了格子衫 换上白T恤 把自己骨架宽阔 清爽干净的白月光形象 发挥到极致 李静 你想演深情男人设 起码在外形这一块 你赢不了我 我假装不知道镜中有镜头 对镜子咧嘴一笑 练宗直播间 有一堆弹幕刷过 我的天 这个一见面就对柳如烟死缠烂打的温恒 稍微收拾一下 竟然这么好看 好看是好看 可惜人又蠢又坏 姐妹们 不要三观跟着五观跑 她不是什么好男人 昨天一天和今天早上 我按照剧本 做了许多丢人又不讨喜的事情 比如说 在李静和柳如烟一见钟情时 挡在柳如烟面前卖弄肌肉 再比如晚上睡觉前 在男生宿舍挑起黄色笑话 但网友的印象瞬息万变 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反转再反转 新的人设 新的剧本 正式开始 温恒 你没出门 探头进来的女嘉宾 皱眉问道 却在看到我 焕然一新的形象后 经不住眼前一亮 原来你收拾之后 有这么帅啊 看到萧珊 我心念一动 面上却不动声色 原本还在计划 如何跟她沟通 她竟自己找上门来了 我一边从行李箱中 往外拿书本 一边抬眼回她 我在收拾行李 有什么事吗 萧珊怂怂间 显然并不在意 我到底在做什么 只是乃然道 他们都不在 你会做饭吗 我上一世专注于 炮灰男配剧本 只围绕着柳如烟 和李静打转 并没有接触过 其他女嘉宾 而萧珊就更别说了 这位女嘉宾 佛系道好多次约会 都没有参与 最终选择时 更是自己一个人 转身就走了 我本来也觉得 她行为古怪 可下节目后 才听说 萧珊是这档节目 最大的金主 女嘉宾找不够了 她才被推进来凑数 金主妈 的确是有挑剔 和任性的资本 可如今在我身边 不也得是我做啥吃啥 余光朴到萧珊 正目不转睛地 盯着我颠勺 我心念一动 有金主在 肯定有尽头 第二章 我收回了 刚要去观火的手 先把红黄绿香剑 颗粒分明地 喷香淡炒饭 倒进了盘中 又往里倒了少许优 眼下没别的食材 恰巧昨天在院里 剪了些银杏果 我便用碱水泡一下去皮 超去苦味又煮酥 在油锅中加入白糖 炒制成银红色后 又加入蜂蜜和桂花酱 我将银杏果煮到收汁 又淋上些橄榄油 萧珊正在我身侧 狼吞虎咽地 清理着淡炒饭 我余光撇到它 正不时描向锅内的银杏果 小小一个人 吃起饭来 却把塞帮塞得 鼓鼓囊囊 像得贪吃的小花猫 无意的科普 这道施理银杏是乳菜名吃 是孔府宴中的一道菜 我在报道中看过 萧家人自小就上国学班 对传统文化有着本能的推崇 如今我所做的施理银杏 尽管做法简单 却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无论是萧珊还是观众 看到这道菜 都势必会对我多几分好感 萧珊接过盘子 语气果然又温和了几分 辛苦你了 多谢 直播间又飞过一片淡 啊 啊 臭男人为什么懂这么多 家人们 不要忘了昨天 这歌昨天的骚操作 昨天被骂了 今天八成就搁这演戏呢 血书 求温恒和萧珊 多一点镜头 萧珊一边闷头吃菜 一边用亮晶晶的毛子看我 嗯 尝起来的确算个名吃 看不出来你厨艺这么棒 我刚想刻套两句 却听到了熟悉 又故作雌性的声音 阿恒 萧珊 我们回来了 李静 柳如烟和另外一对嘉宾 昨晚配对成功 今天出去约会了 而我因为暗剧本投了柳如烟 理所当然地落单了 萧珊却是因为 没有给任何男嘉宾投票 所以落空 美期名曰还需要接触 李静用故作雌性的嗓音 喊着阿恒靠近我 却在看到我摆脱 错男装扮后的清爽俊脸后 神情一致 他紧张兮兮地揽着我的肩膀 来到了没有收音设备和监控的地方 阿恒 你怎么不按剧本和人设做造型 这样可没办法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这个机会我也白给你争取了 上一世的我没少被李静假惺惺 讲一期的话哄骗 可如今听着李静壮丝关切的话 我差点把白眼翻上天 以戴奥斯男配的形象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啊 兄弟 我的脸这几天都要烂了 实在是做不了造型 还有那个剧本我也演不了了 相信你爸的公司 不会找我麻烦的 对吗 我拍拍李静肩膀 天真爽朗地笑着 阿静最会为别人着想了 要是不行 我就只好中途退出 再在微博说明情况了 说不定 直接把剧本内容传上去 一定很火爆 我直直地盯着他 直盯着他转移开视线 不敢直视我 也是 要是少了我 他李静众星捧月的白月光人设 该怎么凸显 他和柳如烟是官配 我是第三者的印象 又该怎么凸显 行吧 那就先这样 私事还不甘心 李静继续道 娇娇很想你 还是要记得多跟他互动哦 不然他会吃醋的 李静略犹豫了一下 又绽放了笑容 我懂 毕竟他想抹黑我 还有的是方法 我点头垂下脸 演出嘲讽的笑 你和娇娇互动多 还是要拜托你多多照顾他 毕竟你俩 都照顾到床上去了 就这么想让我在镜头前当小丑 可万一 小丑是你呢 李静想必早不记得了 合约中有一条 是脱离剧本的行为 若能赢得高热度 便不算违约 也是 他想必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跳出他的剧本怀疑他 也更不会想到 我会比他赢得更高的热度 那么 你尽管来试试 看你这次还会不会赢 回到有摄像设备的场域 李静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大声喊道 柳如烟 明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为你准备了惊喜 一边喊 李静的眼神 一边有意无意地描向我 这是在迫不及待 想上演上一世 把我踩到脚底的戏码了 我背对他们 假装在收拾碗筷 实则低头眼去冷笑 明天是柳如烟的生日 我也准备了一个惊喜 此时直播间的弹幕飞速划过 啊 我只想看李静和娇娇的生日互动 我们静哥哥果真是又帅又贴心 还记得我们娇娇的生日 温恒学人精 离我们家娇娇和李静远一点啊 我说 这才第二天 大家不要这么真情实感好不好 在我背后 柳如烟和两位男嘉宾娇笑着 只有萧珊在沙发上静静翻书 低垂的发丝带着一丝沉静温婉的气质 李静和柳如烟的演技绝佳 在镜头前演出了五分陌生 三分心动 两分挑动 上一世的我 每每因为这些情节心灰不已 可如今的我 早就顾不上冷掉的心 只一边整理一边沉思 从大学起 柳如烟的每个生日 我和李静都会送上自己准备的礼物 我每次都精心挑选价值不菲的礼物 包裹好后送给她 而李静送柳如烟的 都是随手买来的小玩意 譬如发卷 盆栽 可柳如烟 每次都对李静送的小礼物爱不释手 甚至小心翼翼地收纳起来 我精心准备的礼物 柳如烟反而会挑各种各样的毛病吐槽 譬如只会花钱 不会用心 和不喜欢这个款式 我那时只觉得是自己太笨 连礼物都送不好 甚至还下定决心 好好学习李静送礼物的思路 上一世在炼宗上 我依旧很用心地为她准备了一对香奈儿的钻石耳饰 她那次在镜头前表现得惊喜到落泪 我信以为真 开心地要命 可第二天 她高兴地带上我送的耳饰昭告天下 李静则故作惊讶地指出 这只是香奈儿形状的地摊货 那并不是我送的礼物 我送的耳环 是我跑遍五个商圈才买到的限定款 可李静和柳如烟 却知假模假样地安慰我 说柳如烟不会介意我送假货 我一度被骂上热搜 疲惫地让柳如烟和李静替我解释 可柳如烟却一口咬定 我送的 就是那副廉价的地摊货 李静还给我在微博留言 没关系兄弟 情谊最重要 坐实了我心机重又小气的人设 这次又是迫不及待地想顾忌重施了 我低头歪嘴一笑 我还怕自己的计划会落空 可看李静和柳如烟这般急不可耐的样子 这波稳了 回到房间 我逛了两个小时淘宝 下单了二十件塑料手势 刚打算洗漱 就听到铃声响起 手机上赫然写道 温恒先生 萧珊小姐向您发起明日约会申请 您是否同意 我诧异地瞪大双眼 随即勾唇一笑 这场局快要不成了 明天的约会既能放长线 又能顺便给柳如烟准备礼物 同意 我当然同意 轻轻一点 屏幕上赫然显示温恒和萧珊 约会配对成功 第三章 我继续扮演着对柳如烟爱而不得的角色 只不过不再采取不讨喜的手段 而是把白月光男儿的人设贯彻到底 一起吃早餐时 因为柳如烟在镜头前说过自己入堂不耐受 我主动将自己的热豆浆递给他 随后沉默着离开 任柳如烟礼尽打情骂俏 只沉默地坐回自己的座位 出门前 看到他们二人在外面嬉笑打闹 我也只远远坐在窗边不去打扰 我只举着咖啡静静看着 一副忧郁的样子 我靠 油腻男配怎么变成苦情男二了 他吃错药了 洗白的手段吧 才不吃这一套 我怎么看着还蛮真的 还有点心疼 哎 你别说 温恒这身黑色衬衫还蛮好看的 萧山眼睛都看直了 啊 我没看错吧 这个又蠢又坏的温恒开的竟然是劳斯莱斯 约会环节到了 我手搭在方向盘上 身着蓝黑色商务衬衫 衬衫袖口别上了金色的袖扣 与金色滚边相呼应 显得整个人清爽又不失贵气 虽然在开车 但我还是察觉到萧山的眼睛在控制不住的疯狂飘向我 大大的眼睛不时悄悄的瞄我一眼 随机又低头假装看手机 看着萧山古灵精怪的样子 我鸣嘴一笑 路途走到一半 萧山突然捂着口鼻 一副难受的样子 不好意思 我有些运车 见我把车停到路边 萧山轻轻摆手 不必耽误行程 我忍一会就好 我从后座找出一瓶电解之水递给他 又抓住他柔弱无骨的手 你干什么 他面色一惊 带有一丝韵怒 想要把手抽回去 我却加大了力气 开始按压他手掌内侧的内观学 一边按压 我一边温声解释 多有得罪 这是内观学 按压这里可以缓解运车 随即收回了手 让萧山自己按压 萧山依旧板着脸回应道 谢谢你 我确实感觉好了一些 我们走吧 可我分明看到了 他精致的小脸泛起的一丝红韵 和他微微勾起的嘴角 抛去他的身份 萧山还真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可几分钟过去 我满头黑线地站在约会地点 怀疑萧山是不是对我根本不感兴趣 他带我来的约会地点是 静心书店 里面倒是古色古香 全红木家具 还有不少典籍藏本 可里面倒是静悄悄的 甚至都没有人在说话 这书店的名字也是静心 莫不是在暗示我 闭上嘴少说话 我却并不在意 这样的地方 倒是蛮配我这身衣服 我下次坐在了书店的饮品区 示意萧山一起坐下 萧山只是略皱了皱眉 没有拒绝 又是一堆弹幕飞过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萧山是不是只想找个伴坐着 温恒这张脸一看就没什么文化 来这个书店肯定自餐行贿 都愣住了 萧山屋子找了本书坐下翻着 我也凑过去 从旁边找了一本翻看起来 萧山皱皱眉 你看得懂 安静的书店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所有的交流 需得压下声音 靠近彼此才能听清 我低头靠近他 他发间的香气 钻入我的鼻孔 我脸没小声说道 这有什么看不懂的 如道佛不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哲学思想吗 我手里拿的书 飞夜的题目是 道家哲思之缘 萧山先是不屑地撇撇嘴 却在听到我的见解后 逐渐正色了起来 我怂怂间 我最喜欢道家的哲学思想 道不可道 水行无踪 一切都源于人自身 道家的人既老迈又年少 读一读可以愉悦身心 萧山沉下亮亮的眸子 耐心跟我讨论起道家 是为何既老迈又年少起来 小样 知性恋是吧 我可是批大中文系毕业的 引经据点不在话下 在镜头中 我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 而头却靠得越来越近 我突然贴着她的耳朵 用手挡着耳语几句 然后眼睁睁看着萧山的耳朵 越来越红 就在萧山的眼神 变得更加迷离时 我突然站起来 打断了暧昧的氛围 是时候去买点食材了 晚上给你们做好吃的 刚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我慵懒得伸了个懒药 今晚很重要 得好好招待才行 特别是 礼静 回到小屋 柳如烟正在冲咖啡 我理了理头发 颇有风度地走上前 温生说道 娇娇 要不要去院子里荡秋千 柳如烟飞速地看了我一眼 冷淡说道 我有点忙 你找别人吧 呵 还真是生怕观众站错CP啊 我低着头 好似身受打击的样子 回到房间 一堆弹幕又缓缓飞过 这个男的真是阴魂不散啊 能不能不要打扰我的 CP甜蜜蜜 滚啊滚啊 甜狗温恒滚出炼宗 哎 有文化有什么用 还不是长了个恋爱脑 算好时间 我又来到客厅 假装要磨豆浆 一抬头却看到 李静和柳如烟 正在院中荡秋千 我落寞地在窗前 助力几秒 看着李静和柳如烟 灿烂地笑 还拉起了小手 随后演示般地 奋力磨起豆子 一边磨豆子 我一边给自己鼓劲 用力 用力磨 越苦情 劲头就越多 手上青筋毕露 肌肉也隐隐发力 几颗汗珠低了一下 直播间里 十几条弹幕刷过 这个温恒的身材 好像有点棒啊 有肌肉 手也这么好看 姐妹们 我也要三关 跟着五关走了 我竟然有点心疼 心爱的女孩子 在跟另一个男生 调情 她待在这里 一声不吭 这样的深情男 我真的爱了 巧合的是 李静和柳如烟 当完了秋千 正往屋内走来 我背过身去 好似不想打扰到 他们一般 假装刚刚看到他们 娇娇 这是给你磨的豆浆 你趁热喝 说吧 我拎起背包 斜跨着离开 镜头捕捉不到的是 我在转身后 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这样贴心 这样痴情 这样的人 无论男女都会动容 此时的弹幕 刷得飞快 家人们 我竟然哭了 你们哪 喜欢的女生 拒绝了自己 荡秋千的邀约 却跟别的男孩子调情 我带入了 很很伤心 谁懂啊 我感觉 温恒刚刚好像 都要碎掉了 竟然有点心疼 刚刚转过身 一是因为 想在女生面前 维护自尊 二是因为 不想让柳如烟尴尴尬 我理解的对吗 心脏都跟着 温恒抽出了几下 她还给柳如烟 留下了最喜欢的豆浆哀 李静眼睛一亮 喊住我 阿恒 你回来了 你给娇娇准备的礼物呢 柳如烟也一脸欣喜地 向镜头展示 看阿静给我准备的礼物 她扬起手上的 范克牙宝首饰盒 一脸得意 不给她拆开的机会 我一下子抢了过来 天哪 这不会是阿静手上 同款的范克牙宝手表吧 镜头前面 李静果然为了 深情男主的人设 下了血本 上一世 李静甚至懒得挑选 给柳如烟 买了盗版同款手表 可有我被诬陷的贾尔士在前 这手表还是被衬托得滑归又打气 李静挑衅般点点头 你明天就知道了 你的礼物呢 柳如烟也伸出手 迫不及待地想拿到我的礼物 或者说 他们迫不及待地 想把我礼物的赝品展示到镜头下 我却只爽朗一笑 你的惊喜 待会就能见到了 为了有镜头 我把萧山喊来的厨房打下手 从下午忙到晚上 我端出了蟹粉阿拉斯加皇帝蟹 烟熏这只鹿鸽 象牙棒 还有桂花椰子雪霸 不用想也知道 直播间的弹幕 此时已经刷封了 可我还有一道最硬的菜 还没上 我大张旗鼓地叫来 李静和柳如烟 也将其他人喊来 学着李静的样子 在镜头面前宣布 要揭开送给柳如烟的惊喜 第四章 我神秘地来到厨台后 缓缓推出一个 精美四艺术品的五层蛋糕 众人都被惊讶地 吸了口凉气 我眯着眼睛笑道 娇娇 这是我提前一周 就开始给你准备的生日惊喜 连每层蛋糕的果酱 都是亲手熬的 你喜欢吗 柳如烟的脸上露出了 久违的娇羞和惊喜 可一瞬之后 她便担忧地望向李静 李静的脸越来越白 笑容几乎维持不住 也是 没了可以偷梁换住的首饰礼物 他们该怎么凸显我的 抠搜男配人设呢 何况我还在镜头前 做出了这般美轮美奂的食物 别的不说 美食节目的通告 往后只怕少不了了 李静哪里能忍受我出风头 我静静看着李静 只见她眼珠一转 又扬起了笑脸 哇 太用心了 快给大家分蛋糕吧 我先预定第二层的 她扮作大毒优雅的样子 协助众人切分蛋糕 最后把第二层的蛋糕切给了自己 第二层蛋糕是无彩果酱的 我勾着唇给她切下一大块 带着黄红果酱的蛋糕 余光撇到她笑得更加得意 我只勾着嘴角 示意她快尝尝 她兴奋的大块朵仪 近乎好吃 我只笑着 耐心等待她还有什么后手 果然 正要开饭 李静扑通一声倒了下去 众人围过去 只见她呼吸急促 睁不开眼 艰难地说出 温恒 我们兄弟一场 你知道我对芒果过敏 为什么还要给蛋糕加芒果 我早就知道你嫉妒我 我装作震惊的样子 打断她泼脏水 额 李静 你仔细想想 是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不舒服啊 不是的 这就是芒果过敏的症状 我 可是 我压根没有买芒果呀 怎么会吃出芒果来呢 我诧异地抓耳挠腮 不知道该怎么抢救李静才好 李静挣扎的动作瞬间一顿 痛苦面具隐约消融了一点 我诧异地挠挠头 对吧 萧珊 萧珊也淡淡瞥了李静一眼 没错 芒果卖完了 我们没买 这黄色的果酱和果肉 明明是黄桃呀 我把果酱挤出来 分给众人闻味道 嘉宾们都变了脸色 的确是黄桃 李静的脸色 由轻转白 他气短体恤的模样不在 只缓缓扶着沙发坐了起来 那 那可能是我这几天太劳累 误会温恒了 萧珊冷冷补刀 或许是你荡秋千和调 情太多 身体垮了 要不要送你去急诊 我只在一旁故作真诚的庆幸 阿静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一句也不指责李静刚才的诬陷 满脸只有对李静的担忧 和他平安无事的喜悦 我在心里狠狠吐槽 憋笑也太难了点 老子的脸刚刚都要抽筋了 弹幕又开始飞速刷了起来 我靠 我还以为是情敌陷害局 没想到是局中局 萧珊这波吐槽得好狠 李静脸都绿了 好迷惑 到底是谁害谁呀 不可能是李静陷害温恒 我们静哥哥最传良无害了 你家哥哥善良 一听到没芒果过敏就不严重了 本来想好好看的恋宗 没想到变成甄嬛传了 我现在跟全家一起边看边嗑瓜子 第五章 假芒果过敏事件之后 我跟李静之间生疏了很多 尽管他把假芒果事件 解释为没有休息好导致的误会 还是有许多网友 对李静的印象转变了一些 我每次见李静都爽朗打招呼 一副心无芥蒂的样子 而李静每次见到我 则是一副欲言又止 想辩解又不知从何说起的神情 对比之下 谁真诚 谁心虚 在镜头中已揽无虞 但李静也并不在意 我是怎样看他的 毕竟对他而言 上这个节目最重要的 是要为他和柳如烟的CP吸粉 顺便抹黑我的形象 我也并不害怕什么 边做饭巩固自己的帅气主厨人设 边见招拆招 打造PERS版白月光人设 这天 李静在聚餐时问言说道 阿恒 你在房间看片的声音也太大了 不仅会打扰别人休息 对你自己身体也不好呢 娇娇都吓坏了 看片这个用词使得整句话都暧昧莫名 我在心里冷笑 三两句话就想营造我满脑黄色废料 品味低下 不顾他人感受的猥琐男形象 我却只震惊地张大嘴看他 啊 我看的是中医纪录片《性灵医者》 里面的配乐都是古琴曲 最是养心安神的 我疑惑地挠着头继续道 阿恒 你前几天不是总是疲劳过度睡不好吗 吃蛋糕的时候还晕倒了 我才想看这个纪录片学习下 帮你治疗 来 这五味养生汤最是温和自补了 大家都尝尝 说着 我将熬好的五味养生汤分给桌上众人 大家纷纷道谢 全然一副全心全意为他人扶植的好男人模样 李静略略实话一刻 随即变脸笑道 没想到那是纪录片 可能我和娇娇的听力太敏感了 谢谢你啊 我双朗一笑 却又满腹疑惑道 你在我隔壁没错 可是娇娇住在你的隔壁 怎么会听到我房间的声音呢 似乎想到什么 我猛地住嘴 朝李静暧昧一笑 倒也没什么 都是成年男性 没什么大不了的 雨霸 桌上众人都向李静投去懂得都懂的目光 李静刚瞪大眼睛想说什么 萧珊却将他包的虾递到我盘里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不要只顾着给大家分汤了 吃点虾吧 话语虽短 却是异样的体贴温柔 向来不喜搭理任何人的萧珊 竟然主动给温恒包下 语气还这样温柔 柳如烟的眼光不住地在萧珊和我之间流连 满眼不解和醋意 无视柳如烟的目光 我只温和笑笑 点点头 多谢你 既不谄媚 又不失礼 看到我和萧珊的互动 柳如烟不悦地皱起眉 我却一眼都没有看向她 李静也不满风头被我抢尽 拉着柳如烟又是一顿调情 随后又一起收拾起了碗碟 一往我跟柳如烟在一起 她从来都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角色 李静更是 直到现在卧室都等着自家老妈进去收拾 如今这两人竟是为了人设做起了家务 我觉得好笑 在一旁假装看书 并不像以前一样上前插手 他们二人 李静帮柳如烟扎马尾扎成了猪尾巴 柳如烟给李静拿着抹布擦汗 留下了黄色的痕迹 我在一旁憋笑憋到内伤 却还是要扮出一副外表云淡风轻 实则忧郁神伤的模样 他们每发出一阵动静 我的眼珠就不受控制地震颤一下 将异碎感和痴情诠释到极致 视线好像一点也不敢偏离书 一点也不敢往别的方向看 真是把一副爱而不得 却独自坚强的模样演得淋漓尽致 我在心中为自己的演技拍案叫绝 可这时 一个手机塞到我面前 屏幕上是巴斯克蛋糕 我抬头 萧珊对上我的视线 像一只清零的小鹿眨了眨眼睛 我饿了 想吃这个甜点 我忍俊不惊 你不是刚吃了一碗米饭和一盆虾吗 这么快又要吃甜点 萧珊去一本正经的点头 甚至带上撒娇的口吻 我真的很想吃 帮我做吧 第六章 想到在书店跟萧珊的秘密约定 我只好抛下演得正精彩的苦情戏 领着萧珊搜罗员材料 开始我的主厨戏码 许是因为走得过于着急 我并没有注意到 萧珊看向那边二人的阴沉目光 既然要做甜品 那就势必需要跟柳如烟 礼金二人挤在同一个空间 看到我跟萧珊又在一起活动 柳如烟的脸变黑了 与人骂 就是这样奇怪 男人心系自己时 他持之以逼 男人与更漂亮的女人 共同出现时 他却心里不是滋味 我无视柳如烟的神色 只对他道 麻烦让一下 我找面粉 柳如烟愣了一下 似乎从没见过我这样冷淡的神色 不情不愿地侧身让开 他身边的李静不甘示弱道 娇娇 我头上都是汗 快来帮我擦一擦 李静用不怎么悦耳的粗哑声线撒娇 直听得我浑身鸡皮疙瘩 柳如烟却又温和了神色 拿起纸巾帮他擦汗 李静也伸手去摸纸巾 两个人就二手连弹似的 一起擦着一亩三分地的额头 我忍了又忍才憋住笑 继续装作落寞的样子准备食材 萧珊正点起脚拿放在橱柜高处的糖 他身形娇小 一蹦一跳还是够不到 我勾唇一笑 用温暖的手掌附上他的小手 你在旁边等着 我来拿 萧珊的手仿佛出了电 却迟迟没有收回 脸上蕴染了红色 他转头看我 眼睛湿漉漉的 你手怎么这么凉 要不要多穿点 我抽回自己的手 我没事 刚刚碰水了 吹风就会凉 眼神假装不受控时的 飘向李静半搂着柳如烟的手 神色间更添伤感 萧珊文言立刻去关窗 直播间的弹幕 风一般刷了起来 这厨房修罗厂 谁懂 他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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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的没错吧 家人们 萧珊霍文恒的姓张力 我get到了 乌乌文恒好可怜 萧珊加把劲 让他收回对柳如烟的感情 文恒小心翼翼又不去打扰 好让人心疼啊 文恒 睁开眼看看身边的萧珊吧 柳如烟只知道享受你的好 他不配 说什么呢 我们娇娇才不是那种人 一旁的李静柳如烟已经刷了四十分钟碗 还在依依不舍地摩缩着碗边 我虽心中无语 却还是专心地延起苦情戏码 我背对着二人 从背影来看正手法娴熟的打蛋 可正对我的镜头 却正好能拍到我空洞的眼神 睫毛垂下 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我可真TM会演啊 自我赞美着 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娇俏的女声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要给我好好做东西吃 要是不好吃 我可是要毁约的 我瞥了一眼萧珊此刻依旧笑咪咪的脸 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有意思 还没人说过 哥做的东西不好吃 同时脸上功夫也没落下 我继续保持着空洞的犹豫眼神 这种眼神在镜头里是最吸粉的 直到我把手里的半成品放进烤箱 萧珊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你就非要给自己和我安排 这么憋屈的戏码 我闷笑一声 保持着眼睛低垂的角度回到 知道吗 这可是最持向的人设 萧珊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那天在书店 我跟萧珊达成了一个约定 我为她做好吃的 每周给她分享一本书 她配合我演一出戏 直到节目最后 至于为什么让她当苦情女儿 当然是因为这种戏码最为吸粉了 既给我吸粉被小白花苦恋 却依旧一往情深的白月光男主 也给她自己吸粉 心上人心有所属 却依旧真心相待的小白花女主 简直是当代互联网最爱的戏码好不好 第七章 似是察觉到我们这边的精彩程度 对自己的镜头产生了威胁 柳如烟开始加紧动作 她不小心磕到了橱柜门上 泪花引满了眼眶 李静则手足无措地帮她揉脑袋 呼气 细声细语地安慰她 我刚在纠结 到底是继续苦情戏 还是转向别的戏路时 萧珊突然青丝一声 我看向她 只见一个平日里冷静温婉的冷美人 正轻甩着手指抽气 委屈巴巴地看着我 我想把蛋糕从烤箱里拿出来 我意识分不清她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也只好将计就计 握着她的手指来到了旁边 给她上药 她的手指又细又软 好似青葱 一边上药 我一边帮她呼气 小时候 我爸爸不在家 我自己做饭烫到的时候 家里没有烫伤膏 妈妈就帮我这样呼气 虽然很痛 但妈妈一吹气就不痛了 萧珊的眼里流露出滕溪的神色 她适适问道 现在有烫伤膏了 你应该不用担心了 我继续微笑 但却低垂下眼 现在 妈妈已经不在我身边了 我感觉到萧珊轻轻摸了下我的头 可我此刻的心里只想狂笑 我的妈妈确实不在我身边了 因为她和帅气小老头一起去国外度假去了 一个小事件就给我把人生背景好感度拉满了 我的好妈妈 感恩有您 不出所料 直播间此时的弹幕画风出其一致 呜呜 就是因为小时候必须自己下厨 温恒才练出了这么好的厨艺吧 没想到最开始最讨厌的人 现在变成了最心疼的人 希望真诚善良的温恒 可以在节目收获幸福 柳如烟不值得 萧珊很好 看看萧珊吧 阿静 没事 我不痛了 柳如烟焦滴滴道 但是我想吃甜品了 我烤好的蛋糕此刻香溢满屋 李静只略顿了片刻就朝我说道 温恒 给娇娇分块你的蛋糕 柳如烟也定定地看向我和萧珊 目光中引有得意和期待 她许是习惯了我在节目外 和节目中都对她有求必应 这几天我每天默默为她打好豆浆 她说出想吃的东西 隔半天都会出现在餐桌上 可柳如烟没有意识到 在网友眼中 我的好和她的理直气壮 向来是对比鲜明的 不能混为一谈的 我假装愣了片刻 看向萧珊 不行 这是给萧珊吃的 被我平常刻意惯坏了的柳如烟 此刻果然火冒三丈 不过想吃快你的蛋糕 怎么这么小气 李静还在旁边假装和侍老 没事的阿衡 不愿意给就算了 没神 笑话 这可是原则性问题 我眼神坚定地回击 答应了萧珊 这是给她做的 柳如烟还要冲上来说些什么 萧珊冷冷把手机甩到她面前 买不起蛋糕我给你买 要吃什么 点上 我让司机送来 李静柳如烟瞅着手机发冷 萧珊端起我们烤得略有点糊的蛋糕 带着我走到了另一个房间 我回过神来 偷偷给萧珊比大母哥 此时的弹幕又是一波疯狂吐槽 萧珊这波装得妙啊 比起萧珊柳如烟真的好不懂事 好小气 就是的 柳如烟想吃蛋糕自己买了 干嘛还让李静去抢温恒烤的 那可是温恒给萧珊烤的 李静柳如烟这次真的不地道 老粉都忍不住出来说了 温恒好可怜 被喜欢的人这么恶劣地对待 希望萧珊可以对她好 第八章 得意地听完我的夸赞 萧珊开口 我明天要吃秘制烤鹿 我满头黑线 刚吃完晚饭 又吃了一大块蛋糕 现在又在盘算明天吃什么 问题是这妮子竟然还这么瘦 真是起了怪了黑 话虽这么说 我还是转头就去给她准备 烤鹿原料啊 毕竟萧珊可是我班导狗男女路上 最重量级的助力 柳如烟和李静又一起消失了 不用想也知道 他们又在那间秘密房间中偷情 我回到房间 从前几日到货的黑塑料袋里扒拉半天 扒拉出来一件紫白相间的塑料板 饭客雅宝手表 递给萧珊后 我又默默戴上正版光彩夺目的手表 穿上宝蓝色西装 将头发梳起 沉稳而又贵气 我坐在二楼的客厅上 凝望着窗外的绿叶飘零 等了片刻 秘密房间中床铺的咯噔声终于停止了 柳如烟走出来 看到我吓了一跳 回头示意房内的人呆会再出来 我假装没看到 只是摸着手表 柳如烟今天也带了李静送她的同款手表 白钻粉钻紫钻交香灰印 闪耀中泛着一股廉价 我掀她一步大声打招呼 柳如烟 你刚刚去干嘛了 她心虚道 我刚刚发型有点乱 去这里整理了一下 趁她心神不宁 我缓缓出击 哎 柳如烟 李静送你的这只饭客雅宝手表 怎么和我的不太一样呀 柳如烟一愣 快步走上来 抓着我的手表端详 啊 只见两只手表款式和配色相同 但柳如烟手上那只 明显闪耀有余 质感不足 在我这只表的衬托下 显得塑料而廉价 怎么会 我善解人意到 李静是不是被人骗了 买到假货了 她脸色清白几分 为李静辩解 阿静不会送假货的 怎么会 李静文言也快不上前 什么假货 我可是在专柜买的 可在看到我的同款表的对比后 李静顿时欲色 我文言更加义愤填膺 岂有此理 怎么能这样骗人 阿静 你肯定是被人骗了 李静你别急 你在哪个专柜买的 我陪你一起去找他们 绝不能让他们骗钱 我揽着李静的肩膀 做事就要一起出门 为他讨还公道 李静却慌乱地把我拉回来 我诧异地盯着慌乱无措的他 也是 李静原本给柳如烟 买的就是高A版手表 哪来的正版专柜呢 而我只不过是把A版 换成了淘宝塑料片版 李静依旧无从辩解 李静嘴巴张张和和 可就是半嗓都没发出声音 我假装明白了真相 却努力掩藏震惊的神情 笨拙地安慰柳如烟 没关系的柳如烟 李静肯定不是故意的 价值不重要 情义才重要 搬出上一世李静陷害我的台词 把李静送假货的行为 盖棺定论 此刻我心中聚爽无比 柳如烟愣愣在原地 对自己带假货 并在镜头前被揭穿的事实 显得不可置信 随即对李静怒目而逝 李静在尴尬后 好似突然想起了什么 手足无措找不到 娇娇 可能是我之前拍戏的时候 跟道具弄混了 实在抱歉 我后面一定补给你更好的 柳如烟显然已经怒气冲天 瞪着李静一言不发 狗咬狗的戏码 还是不够强烈 我又真诚地添了一把火 哪个剧组 我现在就叫车去拿 教教你不用伤心 李静不会骗你的 李静又被噎得 一句话也说不出 此时的直播间 更是炸了一半 什么鬼 李静不是富二代吗 怎么这么扣 前头假模假样 说要给人送礼物 结果温恒用心给人家做饭 他冤枉温恒害他 还送柳如烟 那么显眼的假货 托粉了家人们 托粉加一 托粉回彩加一 第九章 我应不忍让柳如烟和李静觉得尴尬 这几天都绕着柳如烟走 其实是搞臭李静名声的任务完成一半 我想趁练宗结束前 为自己赢得更多流量 前天晚上在刷C战时 我已经看到有关于我的剪辑 题目是我在练宗当主厨 播放量已经破了百万 看来这条路是正确的 我得再接再厉才行 今天要做的 是昨天柳如烟念叨着想吃的豆苗 虽然跟李静的友情赖你已经下线 但我对柳如烟的深情苦情戏 还不能下线 毕竟这个在最后有大用 我苦思冥想一阵 决定做画面上颇为精美的上汤豆苗 我挽起袖子 露出肌肉分明的小臂 熟练地切好豆苗 火腿 咸蛋 枸杞 蒜头 小火炒香后 倒入了昨晚熬好的鸡骨架汤 捞出蒜瓣 又加入完整的豆苗 枸杞子 等到汤料均匀细胃后 收火到处 看着面前色彩鲜艳 令人食指大动的上汤豆苗 我想象着这道菜被剪辑出来的样子 却丝毫没想到 此时的我在镜头面前 是一副吃汗脸 正要做下一道菜 为网友提供剪辑素材 李静出现在了我旁边 他低声说道 温恒 我想跟你聊聊 我放下手里的胡萝卜 跟他来到了没有镜头的死角 李静的脸上多了两个乌青的黑眼圈 李静 现在网上都是骂我小气 说我配不上柳如烟的言论 可我们大学就认识 你最了解我们的 我真的是不小心搞错了 看着他一脸真挚 我在心中冷笑 我的确是最了解你的 才会知道你的真面目远不知小气这一种 而抠嗖又无耻 的确是事实 别人有什么不能说呢 毕竟抢人女友 还亲手把人杀死 用脚趾头想也不是真朋友能做出的事 但我还是装出一副大为震惊的样子 啊 怎么会这样 这样说也太过分了 李静脸色一喜 我不等他开口便抢先说道 你放心 我今晚就帮你发微博解释 他欢喜的还欲补充什么 我急急忙忙往外走 我还炖着菜呢 先走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解释的 餐桌上 李静在帮柳如烟加菜 柳如烟也好像被哄好了 喊着要吃着吃呢 也是 从大学开始 柳如烟就被李静提供的廉价礼物 拿捏得死死的 果然是什么马配什么安 萧珊刷着手机 壮丝不经意说道 温恒 你还真是心善 不怕网友骂你 蠢货男二 还上赶着帮情敌解释 李静面色大喜 阿恒 你已经帮我解释了吗 不愧是好兄弟 我低着头谦虚一笑 都是兄弟 应该的 可下一秒 打开了热搜的李静 大惊失色 谁让你这样解释的 柳如烟轻壳一声 提醒李静 这是在镜头面前 要维持温文尔雅的形象 李静才收敛了声音 我愣睁道 啊 我不该这样说嘛 那我这就换你的说法 一副收受了贿赂的样子 此刻我发的解释文案下面 最新的评论刷新着 大家快看啊 李静正吼温恒呢 看来是平常一指气势惯了 我就说 温恒那副唇良无害的样子 一看就容易被骗 连爱了 狠狠连爱的TMD 第一十章 我最初的解释文案 又是盗用了上一世李静 帮我解释的文案 情谊最重要 物质都是浮云 虽然转发了李静的解释小作文 却用情谊最重要一句话 坐实了李静买假货的事实 顺便还为自己立了 重情谊护兄弟的人设 眼看着李静在镜头前发疯 我打开微博编辑 好了李静 我改成另一个版本了 你莫要着急 我改成了李静自己说的理由 说都是因为误会 才把道具和礼物高缓了 然后又摆出一副关心的样子 李静顾不得体面 惊叫一声 你住手 然后摊坐在沙发上 我呆坐在桌子上 手忙脚乱 好像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假装无知 向萧珊投去实现 萧珊好心帮我解释 微博都是有编辑记录的 谁都可以看到 你之前发了什么 现在大家都知道 你是被逼迫发的了 萧珊看戏般说道 语气轻快 我却连连摆手 不是的不是的 我不是被逼的 可越是这副样子 网友就越是觉得 我是帮好兄弟打圆场的好男人 有了李静在镜头前的优秀发挥 再加上我的编辑记录 李静抠门和无耻的名头 算是一辈子都有记录在册了 看着不断刷新的评论区直播弹幕 我只有拼命掐手 才能忍住上扬的嘴角 我的妈呀 在镜头前都这个样子 更别说镜头后多么过分了 还富二代呢 我一开始就觉得李静装得很 温恒惨惨的 喜欢的女生被李静抢了 她还帮情敌打圆场 我都看不下去了 连带着都讨厌柳如烟了 李静看手机的面色越阴沉 我就越是表现得手足无措 网友们就越是更一份填膺 到最后 我自责地逃到监控死角凝视窗外 萧珊跟过来 看着我抱着头 伸出手指戳戳我 哎 你真不开心了 我松开手 露出笑到扭曲的脸 萧珊无语地敲了下我的脑袋 给我看手机屏幕 我凑过去 发现上面是萧珊 作为节目金主跟节目组的对话 里面是要求节目组 向各个嘉宾宣布 在节目上不许再提此事 名义上是因为 不想破坏这档节目的名誉 我看着萧珊坏笑 明明就是因为 节目的金主滥用权力 这样一来 李静就再也没有 在这档节目上 跟我掰扯这件事的机会了 她的罪名 起码在这段时间 再也洗不清了 我感激到 谢了 节目后的合作 我说到做到 萧珊不满的皱眉 还有一个条件呢 不是说好你以后要签到我们公司 只能参与我们公司的美食综艺吗 我咧嘴笑道 没问题 成为你的艺人是温某荣幸 萧珊又莫名地闹了个大红脸 那天在书店约会 我在展示了全方位的人格魅力 和广泛的知识面后 萧珊透露了 想牵我成为她家艺人的想法 我在萧珊的耳边 说出了帮我扳倒柳如烟李静的合作要求 她也咬着耳朵 说出了她的条件 那就是今后只能参与 温氏集团打造的美食综艺 虽然会错失很多额外的赚钱机会 但跟萧珊建立同盟 绝对是装稳赚不赔的生意 揭露狗男女真面目的日子 不远了 想到最后的好戏 我又捂着脸偷笑起来 第一十一章 有了节目组发布的禁令 再也没有嘉宾在节目上说过假项链的事 李静天天在微博上和黑粉对骂 肉眼可见受虚了很多 但她和柳如烟依旧每天雷打不动 上午在无尽头的秘密小屋 腻歪一个钟头 除此之外 她还致力于在柳如烟之外的 两个女嘉宾处刷好感 似乎是想靠着节目上受欢迎的程度 挽救她下滑的口碑 可无论李静对萧珊和三号女嘉宾 多么百般暗示讨好 两位女嘉宾始终对她不冷不热 能跑则跑 也是 除了瞎了眼的柳如烟 谁会喜欢这样恶心的人呢 百般受挫的李静不知道 萧珊早就站在我的阵营非我不可了 而另一个女嘉宾 在节目第三天 就在我那个房间有奇怪声音的暗示下 听到了她和柳如烟在里面偷情 试问哪个女嘉宾还敢插手这样的关系 李静也是没有眼力见 明明看到三号女嘉宾小王对她避之不及 还凑上前去为人家吃草莓 乖 尝个草莓吧 我刚亲手洗的 可甜了 诺 我不用抬头就能想到小王惊恐的神情 只专心弄着手上的面团 小王风一般窜到我身旁 呦 温恒哥 你这也是在弄草莓 给我吃一个 被区别对待的李静此刻满脸怨毒 我温柔阻止小王的手 别动 这都是要做甜品的 这可关系到我C站剪辑的素材 我已经有不少死忠粉了 为了报答他们 我得好好为他们提供养眼素材才行 我假装在为小王解说 实际上是想进一步强化我内外兼修的实力 帅气主厨形象 我要做的这一道甜品是龙荫草莓 是日本一家米其林餐厅开发的史上最难甜品 但我很喜欢它的味道 所以想给大家做来尝尝 我切完草莓丁 把草莓用糖水腌制片刻 又用热水隔代加热 加热后冰玉备用 看着我用叶蛋制作冰淇淋糖霜 又用糖一手法熬糖膝 小王目瞪口呆 甚至忘记了这时在练宗 拉着我大肆攀谈起来 哥 就你这手艺 不如来我爸的餐厅当大厨 我给你开双倍薪资 还有还有 只要你给我尝一口 就一口 我有不少身材好 学历好的姐妹 回头都给你介绍下 我善善一笑 还未答话 甚至良意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一只小手搭上我的肩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就在找对象的练宗上吗 小王倩一笑笑 捂着嘴心虚走开 我在心里偷笑 这是想当着我练宗CP 兼未来老板萧山的面 全方位挖他墙角啊 也怪不得萧山脸这么臭 我继续捏着草莓糖外壳 用轻到饥不可闻的声音问道 都安排好了 萧山不以为异地点了下头 随手拎起盘中 我已经做了一般的草莓状糖外壳 塞到嘴里 哎 我还没做完呢 清脆响声传来 萧山无辜地朝我眨眨眼睛 不停地咀嚼起来 我的牙齿狠狠摩擦 挤出一句话 萧山 这是我做了三个小时的糖衣 萧山却更加得寸进尺了起来 植了至我的草莓盘 等这些都做完了 全都给我留着 不许给别人 他朝我俏皮地眨了下眼睛 小声补充道 就当作给我的报酬 我原本的怒气 在他的wink之下瞬间消散 苏生道 好好好 都给你 都给你 啊 家人们 一个闹一个宠 磕不到的人有难了 不许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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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醋了 我这就给你们把民政局搬来 请就地结婚呜呜 第一十二章 明天就是炼宗的最终选择日 还是以直播的形式呈现 最终选择日的播放量一定是最高的 而李静隐隐约约在憋大招 我能感觉到他在做一些针对我的小动作 比如把我屋里的内裤内衣等私密衣物偷偷顺走 但我并不放在心上 因为这跟我准备的大礼比起来 只是九牛一毛罢了 最终选择日这天 柳如烟穿上了一袭红色连衣短裙 妆容惊艳 身材凹凸有致 而萧山穿着一条素绿色的裙子 清零可爱 灵气逼人 我则穿上了一套古白色西装 别上金色袖扣 高大清卷 惊起了一片弹幕刷果 一如往日 早饭过后 李静和柳如烟双双不见人影 可这次 不一样的是 我收养的流浪猫 冲进了他们的秘密小屋里 我紧追着跑进去 然后身形震颤 如遭雷击 柳如烟枕着李静的胳膊 两人不着寸侣 躺在被子里 看我进来 他们显然也吓了一跳 可烈冷静片刻 李静就粗声粗气地坦白了 没错阿恒 我和娇娇在一起了 柳如烟也肩生肩气道 温恒 我当初答应来上炼宗 就是因为我喜欢李静 我身影摇晃将要晕倒 指着他们道 你们 一个是我最爱的人 一个是我的好兄弟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 李静却漫不经心地 吃笑一声 不好意思啊温恒 我可从来没把你当兄弟 我一开始 就是因为想待在柳如烟身边 才接近你们的 我继续我的苦情戏 你们就不怕我出去 揭露你们吗 柳如烟娇笑出声 阿恒 你什么时候这么蠢了 你说啊 你出去说 现在全网都知道 我和静哥哥才是官配 你去试试 有没有人会相信你 我失魂落魄地呆站着 一副受到重创的样子 估算着时间差不多了 我抱着小猫 在柳如烟和李静不懈的眼神中 蹒跚着走出了房间 在他们看来 我是慌不择路地认输逃跑了 可实际上 我是已经迫不及待 要验收自己的奋斗成果了 来到客厅 我打开电视 把直播投屏 直播向来有一段时间的延时 此时电视正拨到房间里 两个痴缠的打马身影 虽然打了马 但柳如烟和李静的脸 依然清晰地足以辨认 我像早就在客厅等候的萧山 挑眉一笑 轻声用口型夸赞道 效率可以啊 这么一会就给打上马了 萧山也笑笑 用口型回复我 当然了 我是要收视率 并不想进监狱 携手出现的三号男嘉宾 三号女嘉宾尖叫出声 这不是柳如烟和李静吗 他们俩在干什么 柳如烟和李静听到了动静 可能以为是我在宣扬 刚刚发生的事情 柳如烟整理好装束 若无其事地走出门下楼 脸上还带着几行泪 李静他一直觊觎我 这几天总想把我骗到他房里 他对我爱而不得 你们可千万不要相信他 见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他凑近我们想继续说 却看到了屏幕中 他和李静在被窝里承认背叛我 并且咒骂我的样子 此时屏幕上的弹幕 还在时时滚动着 肩夫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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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狗男女 甚至还在骂正牌男友 我欺诈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我终于知道 前面温恒为什么这么伤心了 自己的女朋友 跟好兄弟搞到一起了 要我直接手认他俩 柳如烟发出了尖锐的报名声 那个房间明明是没有摄像头的 我要告你们侵犯隐私权 违规放置摄像头 小山挑挑眉 立刻有节目组导演出来回话 柳小姐 我们的合同一直以来都有说是全方位设置摄像头的 你们自己选择在摄像头下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没办法 因为你们的违规举动 要不是有专业人士迅速打码 我们的节目还有被封杀的可能 我们还要向你们索赔损失费用呢 柳如烟和后来下来的李静愣争片刻 迅速反应过来 拦下镜头求导演组删掉片段 可这档练宗 尤其是大结局 自开播以来就有上百万人蹲看直播 即便删减也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偷情的样子 还有事件的真相 早已暴露在了全部网友的眼皮子底下 柳如烟不知该如何继续面对镜头 一气之下直挺挺 晕倒在了地上 而李静也胜怒之下 跟导演组大打出手 在镜头之中被警车抓走 我盯着柳如烟手里拿着的我的内裤 失笑他竟然还想着污蔑我强暴他 事已至此 他和李静就算在镜头面前自枪 恐怕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啊 第一十三章 从剧情而言 这档节目并没有圆满结束 因为没有一对情侣成功牵手 但从热度而言 这无疑是有史以来热度最高的恋宗 甚至火到了大洋彼岸 没有一个观众真的关注 最后谁会和谁牵手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扒出有剧本 但无人在意这点的火爆恋宗 因为他的火爆纯粹是靠意外和人性 一连一个月 柳如烟 李静狗男女和心腾温恒两个词条 都在热搜榜上居高不下 好事的网友甚至扒出 我在学生时代和柳如烟约会 而李静在一旁对柳如烟虎视眈眈的照片 他们扒出我在学生时代 为了供柳如烟读书 在各个餐厅做厨师的照片 甚至还有一张柳如烟生日 我被挤到照片最旁边 但笑得无比灿烂的照片 一份号称是这档节目最初剧本的文档 流传全网 里面写着柳如烟和李静的光明正大的官配感情线 还有我温恒作为一个小丑 需要在里面扮演的小丑男配角色 还有知情人士称 温恒最开始接下这个节目 就是因为想帮助他的女友走红 想帮助他的兄弟凑人头 谁想到这两个人竟然早就搞到一起了 怎么会有温恒这么好的男人 求求上天赐我一个 呜呜呜呜 温恒这样的男人去哪可以领 温恒老公不怕 让我来治愈你吧 人家早就有萧山了 男才女貌 真是一对狗男女 还好我从节目开始就没骂过温恒 到后面还在心疼他 我就说温恒在节目上 那么真实的破碎感不像是演的 原来是被多年的女友和朋友背叛了 虽然看网友替我骂人 我很开心 但看着铺天盖地是我冤重的声音 我拨通了电话 萧山原始剧本是不是你放的 那边沉默 但我却能脑补出他小猫一样憋笑的样子 别装死 还有那一片片的渊重 是不是你的水军领头叫的 萧山终于忍不住大笑出声 哈哈哈哈温恒 你要理解 想要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新人设 渊重是你最佳的选择 以后每个人提到渊重都会想起你 你就可以稳居顶流之位了 我扯扯嘴角 谁想以渊重人设火出圈啊 刚要反驳 却听那边又传来轻快的声音 还有待会记得看电视 胡财卫视 我眉开眼笑 得嘞 一切听您安排 下节目之后 原本就是小胡咖的柳如烟身败名裂 可李静却仗着背后是开演艺公司的老爸 靠着人脉和脸皮 继续在胡财卫视当着新闻主持人 我自然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凭着这些年来的记忆 我搜查到李静和其父亲 以及其旗下一人偷漏税 洗钱的线索 萧珊得知后主动请英 称如果可以顺利收购他们的部分产业 就帮我免费报复柳如烟 我拒绝了 靠着自己的超能力打通了关系 一举捅破了李静及父亲伪君子的面具 我期待地打开电视 播到胡财卫视 上面赫然是李静那张虽显疲惫 但依旧意气风发的脸 下面为您拨报几则快讯 胡青是突发一起爆炸事故 养猪场培育新型品种 拨到第三条 李静面色逐渐变得苍白 他勉励用手撑着桌子 才使得自己不至于倒下 我目光灼灼地盯着屏幕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李静浑身颤立着 咄咄嗦嗦念出下一条快讯 李氏影业涉及不法经济行为 已被查封 董事长李某已被逮捕 还未读完 他已经站立不稳 颓然倒下 下一秒 新闻节目罕见地插播起了广告 手机屏幕一亮 里面是萧珊传来的资讯 插广告不是因为他晕倒 是因为有警察去演播厅逮捕他了 涉及协助洗钱 看着手机李萧珊用平淡口吻传递的语句 我的心中五味杂陈 如此戏剧化的情节 恐怕又要在微博和C站经典涌流传了 第一是四章 这几天在录萧珊新策划的美式综艺 还要兼顾传统文化知识科普 虽然每天累到半死 但萧珊对旗下一人倒是颇为关照 对我尤慎 每天工作时长不会超过八小时 还会提供住所和营养餐 结束节目录制 我刚要直奔后台的营养餐 却被萧珊拦住 她一身修身工作西装 前涂后翘 面容冷静 一副职场女强人的样子 跟我参加的局 听萧珊不容智慧的口吻 我心中一愣 这是要带我去酒局了 倒是没什么 我酒量还不错 只是她这样瘦弱的身板 能喝酒吗 我戴上了一张小毛毯 和几瓶解酒的酸奶 上车时我隐隐看到 萧珊在看着我发酵 等到进包厢门 我终于知道 她为什么发酵了 整个包厢里都是公筹交错 大幅翩翩的负伤 而其中一个负伤搂着的小女友 正是我的前女友柳如烟 好家伙 知道柳如烟不要脸 没想到竟然能不要脸成这样 我诧异地朝萧珊挑挑眉 怎么 你故意带我来见她 萧珊不动声色 让你看看你以前的眼光 有多不靠谱 我撇撇嘴 这还用你说 萧珊举杯 给我介绍起包厢里的李总 黄总 袁总 我也举杯 依次打招呼 可轮到王总时 我脸色僵住 王总就是搂着柳如烟的那位富商 我担心她对柳如烟 是真的喜欢 会因为听闻节目上 我们二人的事 对萧珊产生芥蒂 王总却好像看出了什么 和蔚一笑 我带这么个人来 你不会介意吧 她手指吁吁一点柳如烟 正眼都不看她 似是在指一件无足轻重的物件 我镇定摇头 怎么会 玩物而已 正是 我也觉得她太不是东西 所以买她来玩玩 也算给你出口气 我张大了嘴 听着王总说买她来玩玩 好不容易才忍下嘲笑 既然真是当G子去了 还被买了 柳如烟值得 我肯定地点点头 看着柳如烟 绿着脸被王总呼来喝去 时不时捏一把屁股开油 到最后都不敢指示我 我也只笑着 跟各位富商从容攀谈 婉拒了他们一个 两个都请我去旗下餐厅 做主厨的邀请没办法 我跟萧珊签了合同 没法接私伙了 我暗暗瞅了萧珊一眼 她却贴到我的耳边 轻呼一口气 做我的私人厨师 我给你更多 我诧异地看她 你不是有私人厨师吗 萧珊好像有点醉了 深深望着我 吐出一句 还缺一个你 我突然觉得有点热 推托说想要上厕所 出门没意会 柳如烟追上了我 我防备地后退 她却卖起惨来 阿恒我不是故意背叛你的 都是李静颖诱我 我现在过得很不好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百万 我看着她讨好又窝囊的脸 吴雨笑道 我凭什么借给你钱 柳如烟却像被踩到尾巴似的 大声吼道 你还有脸说我 你不也是在萧珊的身边 被她包养 也不过是一只鸡霸了 哪来的脸看不起我 我怂怂间 本不打算跟这种疯子理论 但一只手突然从后面 揽住我的手臂 我愕然回头 只见萧珊揽着我 神情全是冷素 温恒靠自己商业价值百亿 是五星级餐厅的主厨 也是我的准位婚夫 请你注意言辞 如果再这么乱咬一气 我不介意跟王总多说几句 断了你的生活费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萧珊拉着走回了包厢 你怎么来了 萧珊淡淡道 我看她跟着你出来 我不放心 想到萧珊刚才的话 我不可置信道 你不会 真的想嫁给我吧 萧珊愣了一下 冷然的脸上生动起来 撅起嘴道 不然呢 你以为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 我愣愣道 为了带我见身面 萧珊扶俄 那一包厢的人 分别是我的叔叔 舅舅 表哥 堂叔 他们吵着要见男朋友 我待着在原地 如遭雷劈 我竟然 这就见家长了 还有 我不可置信地问萧珊 那那个王总 是我表舅 我吞回了刚欲出口的话 举止得体地跟她回到包厢 在长辈面前好好表现起来 也不知道萧珊和表舅说了什么 柳如烟再也没回到包厢 第一十五章 我给了萧珊一个正式的告白 她成为了我的女朋友 我们很高调 出门逛街 从来不戴帽子墨镜 碰到粉丝 也只和善地一起合影 网络上铺天盖地 都是我们在一起的路透 呜呜 我刻得CP成真了 兄弟们 请把班配打到公平上 这两个人在一起 对我的眼和我的心都好极了 好耶 冤重温恒总算密的良缘了 温恒真的好宠好宠我们萧珊哦 萧珊也是真的很爱温恒啊 萧珊对我极好 虽然工作繁忙 但她从不加班 每一餐饭我们都一起准备 一起用餐 我做的每一道菜 她都会甜甜地笑着 对我大肆夸赞 然后饿死鬼一样 汤都不胜地吃完 但我还是总是在睡梦中 梦到上一世被柳如烟和李静 折磨至死的痛苦 还有他们俩小人得知的嘴脸 这夜 我又从溺水的痛苦中醒来 发现萧珊正埋头坐我怀里 紧紧地搂着我 萧珊虽然困到极点 却还是有一下没一下拍着我的背 想要安抚我 让我不害怕 借我醒来 她半梦半醒地问道 亲爱的 又做噩梦啊 我轻声答应 嗯 又梦到我被柳如烟和李静淹死了 萧珊的神色立马暗淡下来 里面有很多我读不懂的东西 我以为她吃醋了 连忙安抚她 我满心满眼都只有你 还好都是梦 醒过来发现你在我身边 是最幸福的事情 她的神色这才温和下来 她拱到我怀里撒娇了好一阵 我们又是一阵腻碗 第二天醒来 天色大亮 萧珊已经早起去公司了 我吃着她留下的早餐 有一搭没一搭地刷着微博 突然 我热搜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柳如烟卖身被捕 看着三个触目惊心的关键词组成的词条 我瞪大眼睛 点了进去 里面第一条 赫然便是柳如烟 化着烟熏装 在夜总会衣衫不整 挑脱衣舞的样子 第二条则是柳如烟 穿着一身雨网服 被逮捕的样子 好家伙 就说不要做坏事吧 这下当机不成 脸都丢光了 妈妈呀 过去的小明星 怎么这么想不开去卖身了呢 多伤身体 她活该 谁让她在那个什么什么节目里 背叛那么好的男人啊 身败名裂了吧 我忍笑拨通了萧珊的电话 是你妈 萧珊还装傻 是我什么 我笑道 举报柳如烟那个 是不是你做的 她也忍不住扑斥一笑 你猜 哈哈 她穿着雨网服的照片 也太搞笑了 看着蛮惨嘞 她语气一下子紧张起来 你不忍心 觉得我下手太重了 我盲解释道 当然不是 我很惊喜 只是奇怪 为什么这么突然对她下手 她正色道 遵纪守法 拒绝黄赌毒 人人有责 顿了顿 她缓缓补充 谁让他们在梦里谋杀过你的 一个都别想好过 听着萧珊游带怒火的话 我的心中仿佛充盈了许多美好的东西 我从重生一史便不断回想的死亡 复仇和黑暗 此刻全都在这抹光亮中消融殆尽了 全文完